眼前这个长相身材都很哇塞的小姐姐 擅长结交一至八十岁的异性朋友 堪称广东扇尾最强时间管理大师 本以为生理期期间可以给自己好好地放个假 殊不知 当咱们再次见到他时 他已经下身赤裸 成了一具高腐的尸体 散发出难闻的恶臭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5年4月 地点广东扇尾 李先生是个包租公 这天李先生去找租贺李小姐收房租 然而李小姐的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 就连住他隔壁的闺蜜也联系不上他 害怕李小姐出事 于是李先生便拿着备用钥匙 打开了李小姐的房门 一打开房灯 李先生瞬间被吓成了小小礼 来不及回家换条裤子 手里的手机也不听使欢的自动报了警 人都很少睡上了 接警后 死者名叫李金莲 41岁 四川人 在当地娱乐城上班 八卧都是名牌呀 穿的衣服啊 都很高档的 花钱大手大脚的 手机都是最新的 用的化妆品也是很高档的 法医证实 死者死于恶景窒息而亡 屋内有明显的翻动痕迹 不排除才杀的可能 死者具有复杂的社交关系 也不排除情杀的可能 另外 屋内门窗均无破损痕迹 说明极有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 附近的邻居都表示 前晚上被害人家里传来了剧烈的吵闹声 其中有男人开骂的声音 特别的响亮暴躁 经查 李金莲生前有一个隐君子男友名叫中西门 二人经常展开文斗武斗 警方迅速找到了中西门了解情况 其实我跟他都不熟的 只是表面上 这种来来往往 他什么时候死都过 其实并不清楚 中西门表示 案发时间段 他去了外地 而且还有人证 一番调查下来 也证实了中西门所言不虚 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方发现 李金莲的男友 明面上大家都知晓的 就有一桌麻将之多 新男友名叫林门庆 53岁 广东善伟人 生意人 已婚已遇 林门庆告诉警方 为了生意周传 他贷款了30万 李金莲得知以后 迅速指向林门庆 喘着要买杯买衣 林门庆也没考虑太多 手艺多次 直接扔给他10万 拿到钱后 李金莲不负众望 每两天就挥霍一躬 很快 林门庆得知李金莲跟中西门走到了一起 这刻把林门庆气得嘴外掩斜 立刻要求李金莲还钱 我叫他还钱 他说没有 还说再追就告诉我老婆 警方本以为林门庆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然而经过一番调查后得知 林门庆在案发时段 跟人在谈生意签合同 所以林门庆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调取了李金莲的通话记录以后 警方查到 与李金莲最后通话非常频繁的人名叫聂东门 47岁 重庆人 而且李金莲使用的电话卡 基主姓名同样是这个聂东门 什么样的男人会将自己名下的电话卡 交给一个女人使用 李金莲姐姐向警方证实 聂东门就是李金莲的正派男友 聂东门十年前来善伟做船工 二人关系最初非常好 还曾经表示准备结婚 然而最近二人却闹起了分手 就是一天吵架嘛 反正因为这个男人 一天不招失做 又失爽 好 有点堵吧 反正一天就这样喊着他 看来聂东门的嫌疑很大 然而李金莲的姐姐却表示 聂东门最近一直在重庆老家 但是经警方调查 聂东门27号明明就在本地宾馆入住 调取酒店监控后发现 这家伙凌晨两点多离开酒店 一个小时后又返回 四日早上七点多 聂东门打摇对比的退房 逃离了善伟 监控表明聂东门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他跑他追 他插翅难飞 在重庆警方的全力配合下 聂东门在一家麻将馆内落网 往审讯凳上一座 聂东门自知罪责难逃 一五二十地交代了犯罪事实 原来李金莲与聂东门确认关系以后 李金莲就疯狂找他要钱 很快李金莲就将聂东门十多年来打工的存款 消耗一空 聂东门挣钱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李金莲消费的速度 此后李金莲就天天骂他没本事 一个大活人钱也挣不到 案发当晚 本想着跟李金莲主动示弱的聂东门 听到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 瞬间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声 伸出愤怒的双手 死死掐住了李金莲的脖子 将其当场送走 随后聂东门担心李金莲没有死透 于是又拿出保鲜膜将其口鼻死死封住 案件至此真相大白 李金莲的贪婪终究让自己送了性命 聂东门法律意识的淡薄同样将自己送上了断头路 散会